中国在沙漠种植了30万吨土豆 现如今居然都变成了这样 震撼一幕欧美28国全傻眼了 那中国如何克服万难 在荒凉的沙漠中种植出土豆的呢 本期视频就让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 欢迎观看本期节目 在观看之前希望大家能够点击订阅 这样就不会错过每期的精彩节目了 中国虽然地大物博 拥有着960万平方公里 但其中有26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其实都是沙漠 而且中国还是世界上沙漠面积分布最广 沙漠化危害严重的国家之一 可以说如今荒漠化问题 已经给我们造成了不小的困扰 如果不趁早解决的 化就会给我们未来的发展造成很大的影响 近些年 我国一直都在改善荒漠化土地所带来的影响 根据相关数据显示 在20年里中国新增的林地 则是达到了52万7152平方千米 种植面积可谓是轻松超越了美国和印度 一跃成为了世界上速度最快的种树狂魔 而在我们坚持不懈的努力下 我国很多地区的荒漠化问题 都已经得到了改善和解决 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 则是一个惨兮兮的沙漠 中国人在当地中土豆 不仅成功而且还大丰收了 大家肯定都很好奇 这个沙漠到底是属于哪一个地区呢 其实这个沙漠就是茅乌素沙漠 我国居民是一群可爱又善良的人们 大部分大妈都非常喜欢种蔬菜 即便他们来到了一个全新的城市 他们也会通过不同的方法满足自己种植蔬菜的愿望 正是由于中国人特别喜欢种植植物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在沙漠中种植土豆 由于中国人的种植能力比较强 我国茅乌素沙漠中竟然收获了30万多斤土豆 陕西省是一个富有文化和底蕴的现代化大省 我国每一年都会派专家前往陕西省的茅乌素沙漠 经过专家和当地工作人员的辛苦工作 茅乌素沙漠的整体状况有了很大的改观 如果你到达这片巨大的沙漠 你会完全被眼前的景象所震惊 茅乌素沙漠中出现了大片的绿色植被 而沙漠的面积正在逐年减小 茅乌素沙漠为当地居民的正常生活带来了许多不便 人们要时时刻刻做好防风骨沙的准备 人们也要在上班过程中戴好口罩 防止沙子进入口鼻 茅乌素沙漠靠近陕西省的榆林市 因此 这座城市也被称为沙漠之城 进入21世纪之后 我国开始治理被人们肆意破坏的环境 经过工作人员十几年的辛苦治理茅乌素沙 沙漠中的80%的区域已经被植物覆盖 曾经的沙漠也变成了大家非常熟悉的绿洲 而我国在1959年时就已经开始治理这里的沙漠了 最终到了21世纪 这里的沙漠已经有600多万亩被治理 可以说茅乌素有80%的沙漠都得到了治理 因此榆林也就称沙漠之都变成了大漠绿洲 尽管这株较大规模的沙漠已经充满了植被 但勤劳的中国人就没能停止改造沙漠的进程 很久以前沙漠覆盖的区域曾经是农户的土地 现如今沙漠得到有效的改善 附近居民开始在沙漠中种植非常容易成活的土豆和地瓜等蔬菜 本来大部分外来游客认为当地居民在沙漠中种植蔬菜不利于相关人员治理沙漠 但是当地居民用实际航动向每一位游客和专家展现了土豆也能改变沙漠环境 沙漠中的土豆生长状态十分优良 就好像土豆天生就是沙漠的克星 据当地人表示 茅乌素沙漠每一亩土豆产量则是能够达到30万吨 这些农产品不但满足了当地人的生活需求 而且还可以出口到各个地区赚取经济发展 可谓是好处多多 那此时可能会有人想到 中国为何要选择在茅乌素沙漠种植30万吨土豆呢 茅乌素沙漠虽然远离海洋 但气候却并不是极端的干旱少雨 因此茅乌素沙漠曾经也是一处水草丰美的牧场 在秦始皇统一天下时 蒙田强队匈奴占领埃尔多斯高原之后 这里就已经有大量的移民迁入茅乌素沙漠 他们在这里开垢土地 大力发展农业和畜牧业 从东汉时期 茅乌素地区便开始渐渐走向衰落 可以说 从这个时期开始 茅乌素地区进入到了一个长达几百年的冰封时期 这里的降水开始逐渐减少 就连气温也开始下降 农民种植越来越难 美籍的收成也一直在下降 面对这样的生存条件 居民们不得以背井离乡 收拾行囊离开了生活多年的茅乌素 随唐时期 在安定盛世的条件下 茅乌素开始恢复往日的生机 人们也逐渐回到了治理聚合组 可惜好景不长 在唐朝末期时 茅乌素沙漠化的速度越来越快 对于当时的技术来说 人们已经无法阻挡茅乌素沙漠化了 只能眼看着堆积的和城墙 差不多高的风沙厚度 在之后的一千多年里 沙地的面积已迅猎不及掩耳 支持的速度逐步扩大 到了明清时期 这里已经变成了荒凉的沙漠 在清朝中后期时 推行了借地养民的政策 鼓励百姓搭量开墾墾田 这也使得茅乌素地区的肯荒不断扩大 在一定程度上更是加剧了这里的沙漠化 也正是如此 茅乌素沙漠被称为人造沙漠 它的形成是人类活动破坏生态平衡造成的 到了近现代时 陕西渝林市的居民们已经被迫搬迁了三次 每次都是因为茅乌素地区的沙尘暴 居民们惹不起躲得起这样的行为 却还是难逃沙尘暴的骚扰 无奈之下 他们只能寻找另外居住的地方 这也形成了沙进人退的被动局面 曾经有着塞上名城支撑的陕西渝林 因为茅乌素地扩大被动 进行了多次大规模的搬迁 这里城市不断南迁 也正是印证了沙漠边缘化 不断向南方扩展 这里一度成为了风沙的天下 西北风从早吹到晚 携带着黄沙四处侵虐 当地人口口相传的顺口流 更是能够形容贫瘠的榆林地区 山高尽秃头 摊地无树林 黄沙滚滚流 石耕久不受 这句话也道出了人们在面对 如此情况的无奈与困苦 昔日鸟语花香的牧场 变成了凄凉无比的杀汉 这不得不让人惋惜 为了实现这个梦想 人们开始着手应对这里的荒漠化 风沙化等问题 在新中国成立之后 随着我国建造防护林等 一系列的生态工程的推进 在1959年的时候 陕西正式开始了一段漫长的 防沙防尘之路 而这条路一走就是半个世纪 在这场人杀的对战中 云林市 陕西省乃至全国上下其心协力 共同守护我们的家园 刚开始起步的时候 研究人员采取了 兴建防风林带 引水拉沙等手段 对毛巫素进行治理 这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然而在制沙工程刚起步的时候 人们面对的困难和挑战是十分巨大的 因为沙漠边缘化地带流沙成片 每次到了天干雾燥的季节 这里就会出现破坏性极强的沙尘暴 在沙尘暴和流沙侵袭过之后 之前为了防风固沙而种植的植被 就会被打风吹得七零八散 成活率更是被大大降低 后来民间制沙力量也参与到了 毛巫素沙漠的治理当中 宁夏 陕西 内蒙古的政府进行了规划 还有许多企业纷纷投入 三股力量拧成一股绳子 大家把力气往一块使 共同铸造抵御风沙的绿色长城 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 在进入21世纪之后 已经有超过600万亩的沙地 得到了有效的治理 毛巫素沙漠更是有85%以上的土地 得到了治理 人们还心开啃出了170万亩的农田 有相关数据显示 这里每年的水土流失量正在减少 对于黄河的输沙量 更是减少了足足4亿吨 这个数字的意义可是非同小可 在2022年4月23日 网上发布了一条毛巫素沙漠 即将从陕西版地图上消失的消息 根据陕西省林业局的数据 云林市沙化土地治理率 已经达到了93.24% 而它的绿色版图 更是向被推进了400公里 如果按照栽种一棵树 与下一棵树之间间距为一米的话 那么这个数据就能够绕地求持到54圈 而这一切的一切 都少不了国家的支持和陕西 人民坚持不懈的奋斗 如今的毛巫素生机勃勃 绿意昂然 丝毫看不出来往日落败荒凉的景象 从毛巫素沙漠的蜕变中 我们应该意识到制杀工作的长期性和长远性 在生活中 大家也应该做到保护森林 保护自然 值得一提的是 我国毛巫素沙漠的成功治理 被各国当成了典范 他们在见识到了中国先进的技术 以及聪明的智慧以后 都纷纷抛出了橄榄枝 希望能够得到我们的指引和帮助 显然在治理沙漠这一方面 我们中国再一次走到了世界的前方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喜欢的可以点击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